大家好,我是开水 前几年在鹤岗两万一套的房子引爆了全国 当时全国的房价如此之高 居然有两万一套的房子 网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到鹤岗买房 大家才知道 居然还有房价如此之低的城市 而且两万一套的房子在鹤岗还很多 但是万万没想到 在黑龙江的双鸭山 在我黑龙江有个地名叫双鸭山 其实双鸭山它是马鱼 叫做猪鲁叶河阿里 猪鲁为汉与双的意思 那么叶河是汉与野鸭子 阿里则是指山岛 因为房主介绍说 他家里有两套房 面积差不多都在60平方 五楼有一套房 以两万的价格已经卖出去了 一楼还有一套房子没有卖 因为一楼这个房子 当初他花了三万的装修费 想卖五万块钱 但是这个价格太高了 没人接手 因为他所在的小区 普遍的价格在一万到一万五之间 网友还去看了一套70平道毛配房 房主要卖一万 换算成平方价格的话 每平方米257元 而小区的一位业主说 确实有八千块一套的房子 但是不多 八千块的房子一般是顶楼 如此低的价格 大家肯定会说 为什么不去炒房 当地人说房子卖都卖不出去 他们也没有打算去炒房 现在买这些房子的人多半是南方人 成交价一般在一万一万五之间 南方买了大约二十多套 在房产网上 双亚山的均价在三千多 而市区里的房子价格差不多在三千四千 给大家介绍一下双亚山市 双亚山市是一个资源性的城市 主要是产煤的 2020年人口普查 双亚山的常住人口为一百二十万 双亚山在冬天可以到零下二十度 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到达零下二十八度 属于温带季风型的气候 环境比较优美 在一二线城市房价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很多网友都会选择去东北房价的挖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去双亚山买一套房 而双亚山这个名字也是根据传说而来 在上古时期有很多神仙都到人间 寻找环境优美的居住地 而有一对天鸭夫妇就飞到了如今的双亚山这个地方 在此定居 而两只天鸭安家的地方 是一对形式鸭子形状的山林 后人将这个地方称为双亚山